这是海洋里最会伪装的动物 我保证如果它的眼睛不动的话 你肯定找不到它 今天为大家盘点一下海洋中最会伪装的几种生物 第五名蓝环章鱼 它在海洋里的地位首屈一指 非常善于伪装 能随着环境的变化改变身体的颜色 栩栩如生的伪装效果 甚至让同类都很难察觉 别看它身体娇小 它的名声却很大 不仅伪装能力超强 它的毒性也让人闻风丧淡 它只能长到十几公分 但它身上的毒液至少能毒死无头牛 渔民不小心捕道时也会对它敬而远之 你看它迅速地把自己埋进了沙土里 伸出两只触手引诱过往的小鱼很是可爱 但论伪装能力只能排在第五名 第四名斑马章鱼 它与拟泰章鱼是近亲 因变色能力较弱 全身长着形似斑马的纹路而得名 但它会趴在海草里 向上伸出八个出脚 形成一株海草 遇到危险转移阵地时 伸出黑白相间的触手 很是吓人 第三名施鱼 它天生就是石头色 形似落叶 最喜欢潜伏在海底刺激而动 施鱼是最稳重的捕猎手 同时施鱼有着海洋生物中最剧烈的毒素 杀伤力巨大 一旦中毒便会瞬间失去行动力任其宰割 因其天生长得像石头 我把它的伪装能力排在第三名 第二名比目鱼 你看它趴在海底移动不动 与海底的颜色融为一体 如果不是突出的两只眼睛露在外面 根本发现不了它 遇到危险时它会紧贴海底逃生 随着环境的变化改变身体的颜色 只要它一停下 就会趴在原地 迅速变化为周边的颜色 你看它趴在石头上 就迅速变成了一块石头 那第一名是啥呢 你看它藏在沙子里 只露出眼睛和嘴巴 与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 毫无违和感 当遇到危险时 它会迅速转移阵地 并快速地抖动身体 让沙徒把身体全部覆盖 只要有经过的小鱼 都难逃它大大的嘴巴 那它究竟叫什么呢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